党團會議勢力氣氛冷到了最高點 桌上就擺著力挺 嚴若芳參選立委補選的連署書 民意黨議員黨內互打 紛紛選邊陣 建議我本人用了個人的名義 來跟所有議員連署 希望我們黨中央在徵召 中山 大同跟士林的一個 立委選區補選的部分 我們希望黨中央優先考慮嚴若芳 教主市議員落選頭 嚴若芳槍攻立委補選 但遭點名的可不止他一人 包括積極表態參選的 市議員何志偉 以及連任成功的梁文杰和王世堅 還有前官船局長簡宇彥 以及競選失利的 黃向群謝維州王位中等 我想現在提名小組要的是 絕對的極佔力 誰馬上出來 誰馬上可以快速的 熟悉我們地方的生態 第二個能夠代表基層來發聲 所有政治來自於地方 志偉是地方的人 眼看10號就得登記 自家人都還瞧不攏 但又傳出 柯市府發言人劉怡婷 以及幕僚學姊黃靖瑩 已將戶籍遷到士林 可能上演柯綠角力搶席次之戰 我就知道我們很習慣 在最後五秒還可以做決定 我們當然會做準備啦 但是最後五秒都還可以做決定 個人比較傾向這一場 士林大同區的立委補選 應該要由我們本黨自己的候選人 來拼這一席 雙方做主準備 可律合作 看似破局 2018台北市場大戰 少了民進黨的幫忙 柯文哲競獻過關 憑著這股氣勢 要來積極培養自家人馬 布局未來政治路 先從補選立委席次來著手 歡迎收看林基祥柯黃銘李佳化台北報導